与此同时,柳鸣单手一个翻转,手中多出了点点金光,一抛之后,顿时化为密密麻麻的金色沙里,直奔对面击射而去,正是他心进击脸而成的落金沙。 这时候,对面的雪黄兽也已经催动黑色液体,掀起一波十丈高黑浪的一压而来。 捧的一声金色光尸和黑浪一撞上后,当机化为一团金色光云的暴力而开,将黑色滴浪都为之一宁。 而后,正催动黑水的雪黄兽当机一声滴吼,身形晃了几画。 而就在这时,呲呲声一响,金色沙里击射到黑浪跟前后,在同一处一宁,就化一颗头颅大小的金球,一闪的重入黑浪中。 当它从另一侧冲出时,赫然已经化为了一柄金灿灿长枪,在一个模糊后,就顺一般的出现在了雪黄兽头颅上方,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击射而下。 雪黄兽大惊刚想躲避,却已经来不及了。 雪黄兽在远处发觉一遍,金色长枪尖端处,当即爆发出药润金芒。 顿时闪着下面的海兽根本无法睁开眼睛分毫。 一声淒泥惨叫后,金色长枪就一闪地没入毒物中,借助一股巨力,硬生生地将此说的头颅,死死地盯在了地面上。 雪黄兽遭受如此重创,竟然一时间还没有逼命,反而身躯拼命扭动,就要将铜颅从长枪中拔出。 但就在这时,柳门一根手指冲着便虚空一点,口吐一个豹子。 下一刻,将雪黄兽头颅盯住的金色长枪狂闪几下后,就骤然间暴力而开。 无数精力在金光中向四面八方击射而去。 雪黄兽头颅在如此惊人的攻击下,等几化为碎片的不复存在了,残余尸体只在扭动几下后,就此得再无任何动静了。 原本气势汹汹的金色巨浪,在失去了其主人后,更加瞬间地崩溃倒塌,融入附近海水中不见了踪影。 这时,远处西园才哈哈一笑,手中巨弓一个模糊地重新化为了黑色铁棒。 这头雪黄兽纵然变异后,操控血液的神通令人吃惊,后面所喷的黑色液体也厉害至极。 但又如何比得上柳明等人各种密集灵气的连番攻击? 柳明这次口中念念有词,但一手虚空抓了几下后,原本散落在远处的金色沙粒,当即再次化为点点金光的,在其手中重新浮现而出。 远处方瑶三人见此情形,自然是又惊又喜,当即飞了过来。 他们三人虽已经服下了疗伤丹药,但脸色依然苍白异常,想要恢复元气,看来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做得到的事情。 此次能剿灭这便衣的雪黄兽,可全已让柳道友和新道友了。 二位道友神通之大,可远远地在方某预料之上啊。 方瑶远远地就先一拱手,客气异常地说道,柳心二人表现出的惊人实力,使三人震惊之欲,心中自然也多出了几分忌惮出来。 没什么,我二人既然答应同行,自然也会出些力气,只是凡道友经一时失手,避着雪黄兽偷袭陨落,这个真是有些可惜了。 柳明神色不变地缓缓回道。 凡道友数百年修行,经一时失手,避着雪黄兽偷袭陨落,的确是可惜得很啊。 方瑶长叹一口气地说道,对于凡灵子的陨落,也十分遗憾的模样。 我们修炼这人,原本就是逆天行事,在修炼途中陨落而亡,也是毫不奇怪的事情。 我们能做的,也只有将凡道友的师身,好好收敛一下而已。 一旁的青袍老者文言,则神情漠然地如此说道。 木武仙子也有些神色黯然,虽然没有说什么,但袖袍一抖,手中彩带便飞卷而出,将不远处的白袍乳生尸体,一卷而回。 凡灵子道友所在的飞连岛,和我小窥岛距离不远,平素也有几分交情,师身便由我顺道地带回岛上,交由其没人安葬吧。 木武仙子悠悠地说道,那便有了木武仙子了。 方瑶点了点头说道, 接下来,众人当即动用了大批的储物符,经这些雪红兽尸体全收了起来后, 而那头王兽则单独用一枚储物符收起,随之就此离开了海底。 小半个时辰后,几人飞出了海底,回到了方瑶所在的岛屿。 几人来到方瑶的洞府中,当即在大厅中袖子一抖,放出了数十枚储物符。 在一掐瘸后,数百头雪红兽尸体从储物符之中涌出,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味顿时弥漫开来。 众人按照先前所说分配方案一会儿的功夫,便将先前所有的低阶雪红兽尸体瓜分个干净。 柳鸣和新元两人都置不在此,只将它们直接卖给了他人,各自换取了十余万灵石。 如此之来,便只剩下了那头宁叶七的雪红兽了。 不知这雪红盲兽如何分配? 方瑶盯着地上雪红兽的尸体,开口问道, 宁叶七的雪红兽可以说全身是宝, 其腰盒自不必说,一身雪肉更是炼丹的极好材料。 灵甲部分只要是灵力未施,也可以用来炼制灵气级别的战甲。 而按照事先所说好的,死亡兽的材料归属,完全是按照个人贡献大小分配的。 他虽然身为此次行动的发起人,不过此事的决定权明显不在其手中。 老者和穆仙子文言,不由得紧张地看了看柳明、新元两人。 我二人只需其毒囊和部分精血即可。 柳明见此,毫不犹豫地说道。 他先前在返回途中,便早和新元传言商讨过此事了。 老者三人文言,心中均都是为之以松。 虽然此兽精血和毒囊也算是价值不菲,但和柳明二人最后力挽匡澜的贡献相比,自然又不算什么了。 接下来,穆仙子和善长风则上前挑选了一些兽脚和精血等材料。 结果,方瑶自然是如愿以偿的,得到了血黄兽的体念的吆喝。 此次行动至今,除了一人陨落之外,倒也是极大欢喜。 在方瑶的挽留下,轻袍老者以及妖娇女子倒也是并没有急着离开,竟和柳明二人一样,暂时留在了洞府中。 而方瑶在已经见识过柳明和心园的实力后,倒也不敢再有什么其他心思,稍稍花些时间处理了一下身体的伤势,便立刻开始炼制青散丹起来。 方瑶洞府中的某间密室内,柳明和心园盘息而坐,调戏恢复着把力。 此行二人并没有受伤,只消耗了些许法力而已,小半日功夫便可全部恢复。 而隔壁的另一间石室内,一扇灰袍的方瑶正盘坐于一个数丈大小的白色顶炉前。 两手掐绝,手中不时打出一连串的法绝,没入顶炉之中,引得此物一阵微微颤动。 骤然间他单手法绝一变,盖子立即已飞而起地露出了顶口。 方瑶二话不说地右手一个翻转,一个白玉小瓶便出现在了手中。 瓶中装的正是从雪黄兽的囊中提炼出来的毒液。 他小心地将瓶内黑色液体倒了些许到了白色顶炉之中后,又飞快地取出了其他一些材料。 一边掐纸计算着什么,一边将东西移放到顶炉当中去。 数个时辰后,白色顶炉底部的一个坑洞中,一缕缕赤红色火焰源源源不断涌出。 片刻后,顶炉内便开始散发出丝丝的咬香气,这是诸多材料开始融合的征兆。 便在此刻,顶炉内突然一股黑烟冲出,方瑶见状,连忙手中法掘一停,使得顶炉底部的火焰瞬间熄灭。 方瑶轻叹一口气,眉头一皱。 即便有了这雪黄兽毒液作为药引,这青散丹也并非如此容易炼制。 这已经是第五次失败了,他才堪堪炼成九枚青散丹。 只有六成左右的成功率,以炼丹试而言,这已是极好的了。 不过,对于解出柳名二人体内之毒,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。 幸好那宁业镜的雪黄兽的毒囊内的毒液甚多,倒也是足够了。 方瑶思量这次,手中法掘再次一掐,顶炉四周火焰再次熊熊燃起,便继续开炉炼丹起来。 一天一夜后,方瑶终于走出了炼丹室,来到了柳名二人休息的密室内,手里拿着两瓶青散丹。 方某此番幸不如命,共炼制了三十二颗青散丹,倒也足够两位抽出体内剧毒了。 方瑶一手捏着胡子,笑隐隐地将手中药瓶分别教育柳名二人。 柳名闻言大喜,称陷一身口,急忙接过药瓶,神识略微一扫。 只见瓶中赫然放着一颗颗豆粒大小的翠绿丹药,并隐隐带着一丝丝兴起,表面还有一个血红色的灵纹。 柳名自己本身也是一名炼丹师,自然一眼就看出了眼前的丹药,的确品质不低。 在将丹药放在舌尖出一舔后,略为一迷眼睛的品味了那颗丹药后,就露出了满意之色的点了点头。 当即将手中丹药立刻抛入了口中,然后当场盘膝坐下。 旁边心员当即睁大眼睛,看着柳名服用的反应。 而此丹入口即化,柳名只觉口中一阵微苦,接着轻散丹便化为一道血色灵气顿入体内,游走在经脉的脏腑之间。 柳名神识内扫之下,只见血色灵气顺着经脉游走不定,眨眼间便游走遍了五脏六腑。 旗上附着的黑色雾气已经碰触此股血气,竟飞蛾脱火般的纷纷自行没入其中。 同时腹内传了一阵刀瓜般的剧痛。 一顿饭功夫后,这股血色灵气逐渐的变黑。 柳名猛然一吸气,在一张口,竟喷出了一团黑色血团。 与此同时,脏腑上的黑气竟真的大减了不少。 一旁的心缘剑子大气过旺,登记也立刻服下了一颗丹药。 柳名尝出一口气后,这才冲方摇拱手称谢。 读写方道友为我二人炼制出这青赞丹,这些血黄精血对我二人并无大用,竟送予方道友,当作此次炼丹的报酬了。 柳名口中说着,便向一个小葫芦取出,里面装的正是前一日分得的海兽精血。 方摇见此心中一喜,口中客气了两句后,也就将葫芦一收而起。 同时并吩咐两人,若想要将毒性全部拔出干净,还要将这些整瓶的丹药,每隔一段时间服用完才行。 柳名自然连连点头。 不久后,当心园也喷出一团黑血,毒性大减之后,二人就和方摇三人告辞,离开了洞府,往青鱼岛方向而回了。 只是和来时的心情不同,此刻的柳名和心园都大概浑身轻松,心头之患终于为之一去而空。 几乎同一时间,青鱼岛西岛之上某个偏僻角落的小山中,山上杂草灌木丛生,看似人际罕至,异常荒凉。 位于山腹中的一个隐秘通道中,一名高大男子在里面缓缓前行着。 其方脸浓眉,赫然是长峰会的附会主范正。 密到尽头处,赫然出现一个洞窟的入口。 范正突然颇为小心地四下查探了一番,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后,突然几步地走进了山洞,并来到了一个角落处,伸手在石壁之上拍了两下。 咔咔之声响起,原本平整的石壁顿时向里面凹陷了树掌,露出了一座丈许大小的小型法阵来。 范正二话不说地摸出了一枚玉简并投入法阵当中,同时单手一扬,一道白色法掘打出,摸入了法阵当中。 法阵白光闪动下,嗡名之声响起,玉简在符文缠绕当中一闪得不见了踪影。 范正轻吐了一口气,一个转身,正准备离去之际,身后却赫然多出了一名白面无虚的中年男子,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 风,会主,您怎么会在这里? 范正一看清来人,立即脸色大变,声音不禁有些微微发颤。 风占冷横一声后,竟二话不说地袖子一抖,一道红色渐光一卷而出。 范正大惊,身形骤然间向后一跳而去,同时一张口,就喷出了一块银色铁牌。 迎风一晃后,赫然化为一面银色盾牌挡在了身前。 铺底声,雪亮见光一闪,竟将看似不凡的盾牌切豆腐一般的一卸而开,更直接从范正脖颈处一闪而逝。 范正高大身躯依然挺立,头颅却咕噜噜地从脖颈处滚落而下,其脸上秃子保持着一副京剧之极的神情。 接着,树尺高的雪柱一盘而去,一团黑气从中击视而出,一个闪洞间便欲从洞口逃脱。 风战冷消一声,长袖一动,又有一片黄色剑光席卷而出,不但将黑气搅得粉碎,又在一阵破空声中将眼前的小星法阵劈成了两半。 同时,他单手一扬,一颗火球射出,将范正的尸体烧成了灰烬。 做完这一切后,风战面无表情地收回了灵箭,身形几个晃动间,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洞窟。 二人回到青鱼岛,已经是第二天清晨,正想往洞府所在的山脉飞去时,迎面却飞来一人。 柳明仔细一望后,却是关于这名同样新加入长峰会的客亲。 柳兄,新兄,昨日不见了。 关于见到两人,当即身行一停,笑眯眯地开口问道。 哎呀,看来两位道友这几天并不在岛上,不知道最近会中发生了什么大事,所以才会有此一问。 关于文言,心事已争,但马上笑着说道。 哦,我和柳兄最近的确是外出了一趟,会中到底出了什么大事了,还望关于兄四叫一二。 新元忍不住地直接问道,柳明文言也闪过了一丝疑惑之色。 哎呀,事情是这样的。 关于坦然的讲述了起来,原来就在两人离岛的期间,原本应该准备闭关,准备赌兜的副会长范正,竟毫无征兆的突然失踪不见了。